眼前这个像是巨型蜘蛛的怪物 便是来自地狱的鬼使 而他的出现 是因为眼前这个名叫罗森的男人 犯了罪过被判入地狱 结果却在地狱之门前犹豫徘徊 嘴里不停地推卸着责任 最终在鬼使的驱逐下 而这一切的起因 还要从一场车祸说起 原来在不久之前 罗森才从昏迷中醒来 而他的车居然四脚朝天地 翻在路边 显然是经历了严重的车祸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他竟然毫发无伤 实在是太幸运了 可就在罗森要放下心来的时候 背后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原来是一个站在路边的地中海 对方问了一些不明所以的问题 并表示自己的摩托车不见了 罗森思索片刻 这才猛然记起刚刚的经过 原来是他开车撞到了骑车的地中海 罗森对其表达了歉意 并表示自己当时明明做出了反应 却还是撞毁了对方的座驾 可现在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可地中海并没有揭查 只是让罗森到车前去看看 并说到车门已经被卡死 罗森是如何下车的呢 后者觉得大脑就像突然当机了一样 什么也记不起来 罗森摸了摸自己的身子和头上 也是一点破损都没有 此时此刻地中海告诉他 其实他们已经都在刚刚命丧黄泉 但是明明该去往冥界 地中海却不知道为何要等罗森醒来 后者还是对着一切无法认同 表示自己的感觉还在 并且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觉得真实 罗森走向自己的标志车 发现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车门时 这才意识到了端倪 并越想越害怕 这样一来就代表地中海说的都是真的 罗森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认为自己还有长久的人生 和许多没来得及实现的愿望 且只有45岁 地中海十分疑惑 因为听罗森说了这么久 后者虽然满满都是遗憾 但却对妻子知此未提 罗森却不想说太多关于妻子的事情 让地中海不要管闲事 罗森认为自己一定是正在接受治疗 或是在一场梦里 不然不可能会如此真实 地中海见状于是决定一锤定音 只见他走上前去 把车内罗森的尸体拖了出来 这一下可让后者傻了眼 罗森万万没有想到 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真实 但也很疑惑 地中海是如何把车内的尸体拖出来的呢 地中海表示 他也不明白 只是那么想了并做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大众叫车停在两人的不远处 显然是看到了车祸 停下来查看情况 罗森立即走上前去 让司机拨打911报警 可对方却好像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只见这个家伙走下车 来到罗森的尸体边上 确认后者已经丧命后 竟然对尸体上下起手 找出钱包后便拂袖而去 这一番操作 可把两个灵魂给禁得不清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人心竟然可以如此的丑陋不堪 这个时候 血开始越下越大 两人想要知道 他们究竟是会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地中海感觉 罗森肯定是一个杀人犯 后者并没有承认或否认 但对妻子的死 回答的却模棱两可 罗森表示 并不是地中海想象的那样 与此同时 一阵悠扬的音乐传进地中海耳中 可罗森却啥也没听见 他们一转头 看到一扇白色的拱门 出现在身后不远处 大雪已经将路面覆盖 使这一切看起来都极不真实 地中海认为 音乐就是从白门中传出来的 因此他认为 这扇门就是给两人准备的 看样子应该不是地狱之门 而是通往天堂的门 罗森显然没有对方那样从容 因为他什么也听不见 所以他怀疑 自己是否够隔进天堂 他们走到门前 刚要仔细端详 就发现在白门对面 赫然又出现了一道 暗红色的大门 这扇门让人十分紧张和不安 难道这就是地狱之门吗 两人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终他们决定先去红门查看情况 却没想到 随着二人的靠近 红门镜硬声打开 这可把他们吓坏了 罗森又急又怕 对着空气开始无能狂怒 表示妻子的死不能怪他 是因为前者得了不治之症 罗森是为了让其免遭痛苦 才无奈出此下策 地中海却开始打去 表示杀了人就是杀了人 就算是有正当理由 也没法改变这一事实 罗森一听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开始和地中海唇枪舌战 没过多久 地中海觉得有点浪费口舌 不管怎样 反正他又不去地狱 于是一转身朝着白门走去 罗森此时也冷静下来 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 便也开始朝白门冲刺 还把地中海推向一边 就在他穿过白门的瞬间 却惊讶地发现 身边的环境并没有变化 地中海见状更得意了 指不住地嘲笑罗森 认为天堂门是为他而开 没资格的人就是没资格 还指着红门对罗森表示 那才是后者的去处 得意忘形的地中海 吐露出一个秘密 他曾经骑车的时候 不小心撞死过一个女孩 说完就跟罗森道别 后者虽然很不服气 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然而随后的一幕 让两人双双瞠目结舌 地中海的结果 和罗森一模一样 穿过门后 都是没有任何反应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身后想起了 一个女孩的声音 女孩名叫金妮 趁自己与爸爸妈妈失散了 正在寻找父母 地中海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那个 被他撞死的女孩吗 后者也看清了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地中海连连的道歉 给堵了回去 地中海表示 那天他没忍住诱惑 喝多了 这才出了意外 随后竟然还说 金妮的父母 已经得到了一大笔保险 和赔偿金 意思就是 他现在已经把罪孽还清了 眼下地中海也意识到 等待自己的 可能只有下地狱了 罗森健壮便来了主意 他可跟金妮无冤无仇 于是开始忽悠其 跟自己一起走 并表示 他可以带金妮 一起去一个好地方 事实恰恰相反 他其实是想跟着金妮 去往天堂罢了 金妮不傻 张口就说 跟罗森不怎么熟 他也并不想和 不熟的陌生男人 待在一起 听闻此言 罗森可是急了眼 上去就要拉住金妮 没声响 后者竟开始放声大叫 意思是 你们俩都要下地狱 地中海恼羞成怒 冲上前去 一把抱住金妮的腿和腰 将其扔进了白门 随后 两人也不再犹豫 一前一后的 走进了对面的红门 周到的环境 立即发生了变化 地中海并没有出现在前方 映入罗森眼帘的 是无边无际的尸体 如此辽阔的地方 竟然出了其的死寂 这也让罗森 感到无尽的绝望和孤独 这个时候 他看到眼前 有一具漂亮小姑娘的尸体 感到很不理解 如此可爱的孩子 怎么会下地狱呢 罗森把手 轻轻地按在女孩头上 这才知道了一切 原来在这里的灵魂 都拥有这一能力 只要接触到对方的身体 就能知道 对方来到这里的缘由 然而就是这一探 可把罗森吓得不轻 眼前的这个女孩叫丽丝 生前可是一个十足的小撒旦 她身在十分富裕的家庭 但父母从小对其的严格教育 让丽丝十分痛恨他们 在她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 一天晚上 丽丝用刀将父母双双杀死 还把这一切都嫁祸给了 地下室中的怪物唐尼 不久后 她将唐尼释放 并且举办了一场 审判唐尼罪行的舞台剧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丽丝竟把双亲的尸体 端端正正的摆在观众席上 以确保 他们都能及时看到 女儿的一片心意 她先是来了一段脱口血表演 随即就开始了自己的审判环节 丽丝用绳子将唐尼掉在空中 然而后者根本就是不死之身 结束后 还帮助丽丝把父母的尸体搬走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丽丝坐在多端 有一次甚至把妹妹 骗进了烤箱 并打开了电源 罗斯没法再看下去了 她觉得跟丽丝相比 连环杀人膜都算是脑子正常的 紧接着 罗斯打算再看看别人 她把手放在两具 被盖住的尸体上 一个漂亮的女孩 也随之映入她的脑海 女孩名叫艾米 因为十分漂亮 招来了笑巴的极度 对其经常讥讽交加部说 有时还会拳脚伺候 艾米的妈妈艾琳 是一个高级律师 虽然生活没有压力 但却忙得要命 几乎从来不会跟艾米聊天 更别说谈心了 艾琳唯一清楚的 就是每天早上 把女儿送到学校 艾米每次想跟妈妈 开口诉说的时候 看见母亲忙碌的样子 和紧张的神态 却又总是把话咽了回去 最终艾米无法承受一切 在浴缸中自杀身亡 艾琳看到后 顿时感到无尽的悲伤和愧疚 但离谱的是 她对女儿尸体的处理 艾琳给艾米穿上了 一身漂亮的衣服 继续着自己 机械一般的生活 母女二人 依旧一起吃饭睡觉 这一天艾琳反省过来 是自己太疏忽 对女儿的心理教育 所以才酿成大祸 于是她决定不上班了 带着艾米开始了一场旅游 本来是一件好事 却在途中 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可能也出于对生活的绝望 不小心出了车祸 两人就这样 双双来到了地狱 看完这些 罗森感到有些累了 于是索性就找了一处空地 仰面躺下 此时的她 已经没有什么杂念 只觉得自己 与那些有罪的人 并无二致 就在这时 一个低沉的声音悠悠传来 对方声称是地狱的向导 并让罗森跟在后面 后者爬起身来 这才看见了 不远处的都茂鬼影 都茂对此解释道 每当有灵魂来到地狱 都茂都会在他们 去接受无尽痛苦的路上 陪伴他们 走完最后这段路 罗森感到难以置信 难道眼下的状况 还不够痛苦吗 妻子因癌症 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她那样做 尾时说不上谋杀 都茂却并没有发表观点 她只是一个 决策的执行人罢了 幻影刚落 都茂就带罗森 来到了一个门前 都茂告诉罗森 她即将面对的 并不是单纯肉体上的酷刑 而是一种精神 和记忆上的折磨 这将最终 使其失去 对过去所有的记忆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 门的另一边 罗森立即 就被里面的情形 吓得魂飞魄散 都茂却依旧 不紧不慢地告诉罗森 后者需要在这里 度过四千年的隔离时间 每天都会有 不一样的折磨和苦难 招待她 所以也不会觉得无聊 罗森听到四千年 刚要发表意见 都茂就表示 你现在仍然 在用人类的方式思考 如果换个角度想想 四千年的时间过去 后面是永远 暗无天日的地狱时光 还没法获得投胎的机会 等隔离的时间结束后 我会来接你出去 刚一说完 她就投也不回地 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至此影片结束 影片喧嚣上映于2023年 是一部由 夸克斯指导的恐怖惊悚电影 影片讲述了 两个意外死亡的男人 在地狱和天堂之门之间 犹豫徘徊的故事 表达了对人性的拷问和讽刺 影片阻止鲜明 用极端小故事 将主题推至高潮 在我看来 地中海的等待 天堂们和金鸣的出现 正是给两个男人 各自选择的机会 很显然 他们并没有把握住 虽然影片在一些设定上 有些模棱两可 但不影响其 成为一部值得一看的恐怖小片 感谢观看